你现在听的是原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你好 Hello 大家好 上星期我们就说了要健康就必要明白健康之道的第一辑 了解了治病的原因 今天袁医生麻烦你再帮我们解释一下 健康的八大要素是什么 让我们的听众可以跟随去走入健康之道 当然了 第一就是我知道什么导致病 我也要知道什么导致健康才可以 因为我主动是要追求健康 知道应该追求健康的需要是什么 今天就先和大家分享 当然了 健康八大要素排第一是什么呢 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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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都这么说 你食物就变成什么 You are what you eat 在自然疗化的知父希波格拉丹都说 食物成为你的药物 Let food be your medicine and medicine be your food 终于都是这么说 医食同源 所以其实我们上一集说的 其实你的身体是什么做出来的 你的身体是食物的营养做出来的 所以医疗主要一定要用食物营养的 不是用一些我们叫做生命的药物 那些化学的药物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不明白什么的道理 你就不会有健康的药子过的 好了 食物 上一集跟大家分享过 因为我们常常有些食物里面 很多所谓的营养师 营养顾问 很可惜一下 现在我们一般的营养师 通常都是食物公司训练出来的 所以他说的那一套是食物公司安排他们说的 我上一集就给了一个新的食物金字塔 是的 里面你可以看到 再简单来说 最低层就是蔬菜 尽量有不同的颜色 黄色就是不同颜色 红色 橙色 绿色 紫色 都吃一点 再多吃沙律 这个是最低层的 一来就多吃几份 百分之十二饭 再上一些就是有机的水果和干果 其中呢 那些是比较多一点的 接着就是豆里了 现在发现黄豆、黑豆、红豆、绿豆 越来越黑豆是很重要的 雕豆、鹰嘴豆 再往上面就是有机的果仁和种子 阿麻子、其耳子、杏仁、杏仁、杏桃、松子 那旁边就是有机的油 橄榄油、椰子油、芝麻油、大麻油、羊油、阿麻子油等 最上顶一点 少量一点就是肉类 天然的滋养的肉类 鱼、鸡、牛、羊 总之是天然的滋养 这些是全部的健康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食物方面 当然除了食物选得好 都要懂得怎样吃 那我们在自然医疗里面 有一种叫自然医疗的人士 就强调我们食物的配搭 就是你除了你要吃得对 要吃得、吃得、要配搭得好些 还有食物里面都要记住要咀嚼 因为你吃了下去 不吸收是没用的 所以要加强我们吸收 我们要懂得食物要咀嚼 咀嚼到本身的食物 是变成液体自己流下去 不用吞的 通常食物在口里 手就筷子放下、叉放下 坐着手就筷子放下 就捷到自己流下喉咙 那就吃第二轮了 所以食物都要懂得如何吃 种一种有些人消化力特别弱 要如何去处理呢 简单来说 食物配搭的问题 通常来说 食物是单一吃容易吸收很多 你都不知如何配搭都忘记了 你总之什么都好 单一吃 如果你吃水果就吃水果 通常水果就不要犯效果 水果就不要和其他食物混在一起 水果是单独吃的 蔬菜就可以白搭了 蔬菜可以混合豆类 所以肉类就尽量不要同一餐吃 这个是比较难的 一般中国人 香港中国人 一碗饭在这里 什么都会摸在口 但是 视乎你身体的消化能力 如果你有的 觉得自己的消化是差的 燃机大了之后 其实你一个吃法就简单些 你吃扒 你据扒就据扒 不要吃其他东西 吃沙律就吃沙律 而且吃东西的时候 尽量不要同时喝太多的液体 喝水 通常就是饭前饭后喝点 吃东西的时候 有时候吃蔬菜和水果 根本水分很高 你都不需要怎么喝东西 好了 即是食物固然是第一 你吃什么就变成什么 还有大部分人 现在今时今日 不是食物不够饿死 是食物太多 但是吃得不对 而是不够饱死 其实是错误的食物 是导致很多疾病的原因 所以这是第一 第一件就是食物 第二个健康要素 就是水 我知道 我们吃东西不吃东西 有些人可以断食 一个月两个月 有些人半年才死 因为身体的食物 很多营养是循环的 很多蛋白质 我们身体自己循环作用 是 水就不可以了 是 水我相信三日左右 是 三四日左右 就已经出现健康问题了 那水呢 当然一般人就说 要喝多一点 一日八杯 我上次给大家看 有些人是习惯不喝水 而身体的口渴的信息都没有了 那试下喝多一点 希望回复这个信息 有这个信息 就根据你的需要去喝 很多时候 水是可以代替食物的 令到你不会吃太多东西 如果当你饿的时候 就不要吃太多东西 试一下喝水 当然水的水质很重要 很重要 现在发现很多问题 我们的水源本身就有很多毒物 除了政府加的氯气和氟 其实很多的杂质 很多荷尔蒙的荷尔蒙 其实很多很多的 我唯有就是买一些 一个好一点的过滤去 包括我们花灑 用那些都用花灑头 起码把氯气那些 是先夹去 那水呢 现在发现很多外面的 泉装水 其实很多问题 尤其是用胶泉装 现在已经发现很多问题了 所以尽量避免外面买那些 那些瓶装的胶装的水喝 如果真的需要的话 就拿玻璃瓶 当然现在很流行 自己带自己的水户 现在水户很轻的 金属造很轻的 所以水方面 大家要喝干净 以及尽量不要让自己 出现脱水的 细胞脱水的问题 第三 空气 很多人都经常说 空气污烟 当然了 如果你在中国大陆 现在的很多的城市 工业的城市 那个空气质水 就是吓死人的 是没办法的 我曾经去过 印度的加里角特 Kalcutta 那种污烟 吓死人 你差不多是 在日头 看不穿对面的马路 你那个日头 那些模糊都是惊人的 当然了 如果我们住在这些环境 可能要搬 就是不要住在这些环境 但是还有些 我自己做得到 就是用一些空气的清新剂 有些臭氧的清新剂 臭氧可以把 那个空间的 化学的毒物 将它排走 所以有些酒店 用臭氧 是帮你除那些烟味的 还有很多的 尤其是家里的新的 傢俬装了 是很多很多甲犬 很多毒物的 那我建议呢 一尽量打开窗门 起码呢 用外面的空气 就将它 冲淡它 和吹走它 那还一般好的 一尽量空气的 的洁净气 是尽量装定多些 那这个呢 起码自己都可以做 当你的环境是差的时候 那还有一样东西呢 很多人呢 就经常以为呢 是外面的环境 是空气污染一些的 其实呢 大部分的家庭呢 是室内的空气 是污染的出外 为什么呢 室内有很多的 化学物质 就是清洁剂 厨房的用品 厕所的用品 很多的生架丝 地毯啊 那些甲母的架丝 其实很多毒素的 那所以呢 其实呢 往往呢 是外面的空气 是清新过室内的空气 那当然呢 有时候外面有些尘埃 那有些人呢 就很怕尘埃 那就会把那个 那个 那个窗盘整个关系的 那都是用那些空气的 就是那个filter 都可以帮助这个问题的 好了 第八的健康要素呢 第四点 就是 第四呢 就是那个 第四点呢 就是阳光 嗯 嗯 阳光 那大家现在已经看到了 嗯 现在常常都 有人认识维他命D3 是 是 那现在原来维他命D3呢 就不是一般那些维他命那么简单的 原来维他命D3 扮演角色很广泛 包括免疫能力的 那现在已经知道 看到了 维他命D3呢 如果不足的人呢 癌症是会多很多的 OK 那为什么 我也跟大家讲过 为什么会冬天就流这么多呢 因为冬天阳光少嘛 那你的维他命D3少 接触阳光少 免疫能力就弱了 是 那所以呢 阳光是很紧要很紧要很紧要的 那香港地呢 幸好亚热带的地方 是 阳光充足 那整天都有机会的 是 但是你见到呢 有些人呢 我在行山的时候呢 在保云道行山 看到那些人呢 女士呢 就戴了一些帽子 跟着呢 眼镜都戴了 整个面都罩了 因为他们怕晒太阳 这个是很危险的 因为呢 如果你这样的情况 当然呢 行山都会令到你骨质硬一点的 但是呢 骨的问题呢 盖的问题呢 是要靠太阳帮助的 所以我们的审美眼光要改啦 是不是 那有些人都觉得 哎呀 我要去穿斑 那有穿斑的时候 有很多天然的 天然的 護膚的东西可以处理到的 有些 那些 我一直网上很多的东西 有些什么斑 那些什么 那些很简单的 那些工具 那些蛋白粉啊 那些柠檬啊 柠檬啊 柠檬皮啊 那其实很多的简单的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皮肤那些斑 这个问题的 那所以呢 是 阳光是很紧要的 那但是呢 除了阳光外面的阳光呢 我们室内的光呢 都很紧要的 嗯 那最近的资料看到啦 我们的一般的灯呢 灯泡用的光呢 就和我们那个阳光的那些 那些色温是不同的 那我以前呢 就很强调呢 就用那些全光泡的那些灯 那你要发现呢 全光泡的灯呢 那它们那个光泡是不同的 那还有呢 它用电的那个电频不同的 那最近已经看到很多资料是不好的 是很不好的 那所以呢 虽然它可以环保一点 但是如果它那个光呢 是很白啊 即是大蓝呢 其实对健康是有个不好的影响的 那所以呢 在暂时来说呢 因为尽量呢 是制造多些机会呢 是切受 就是室外的阳光啦 那曬太阳呢 怎样曬呢 过去一般呢 都说呢 是太阳晒得多呢 就会有皮肤癌那样 那样 但是现在被人推翻了 大部分皮肤癌的地方呢 多数是体内不见光的地方 不一定是见光的地方 那当然呢 有些人额头都会有 都有这些问题 那但是呢 如果你的身体的营养素强 譬如维他命D3强呢 西啊 selenium多呢 其实你患癌的机会少很多的 那很多国家呢 很多地方 譬如澳洲呢 它为什么会癌多呢 就因为发现呢 它那个泥土里面的西呢 那个抗密炎呢 是少的 不够的 所以不是单纯的 所以在外国的 很多的研究 都发现呢 其实呢 很多的皮肤癌呢 是不是因为太阳引起的 那太阳呢 反而呢 是可以帮助你 就是防备 防止那个皮肤癌的 好了 那曬太阳呢 曾经何时呢 就说 不要在烈日那里曬啊 一烈日的太阳光呢 会那些 会破坏你的 就是太猛 曬伤啊 但是最近的新的资料呢 以前叫你 就是黄昏啊 日落啊 或者是日出啊 那时候呢 但是有的时候呢 你未必有这样的时间的 那 那 当然啦 其实呢 什么时间曬到家 就是不要总之 就是曬黑不重要 就不要曬伤啊 不要曬脱皮啊 就是过量 永远所有东西都是不好的 是的 那也都有一种的治疗呢 就是呢 是望用光疗的 嗯 实际呢 是对着那个日光 当然不是慢烈的阳光 是低阳直阳的 就是那个不是很慢烈的 的黄昏啊 或者日出光的时候呢 就是眼睛去看着那个太阳 是一种治疗的工具 那发现呢 这些这样的全色的光谱呢 是经过我们的眼睛 进入我们的那个Pine New Glam 那个从果体的 还有我们的脑下垂体呢 是会帮助我们的身体健康的 那也都会帮助我们的视力 那所以你也看到呢 很多时候呢 有些人呢 直接用吸光的手法呢 就连吃东西都减到 我可以说不用吃东西都可以 是是是 那我觉得呢 也有听过的 但我们都 当然我自己都不太认识 未曾认识过这些类的人 那但当然呢 我们都不需要这样做 始终吃好东西呢 都是我那时候吃东西 都是一种人生的享受 是是是是 好了 那呢 我们听了八大要素里面呢 我们都听了四点了 那呢 那呢 一会儿再回来呢 我们会继续 这一节时间就差不多了 一会儿再回来 继续回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回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要健康必要明白健康之道 六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站3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第二节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要健康必要明白健康之道 袁先生 麻烦你帮我再继续介绍另外 四个健康的八大要素 然后是休息 睡眠 可以这么说 睡觉的时候 其实我们身体是在维修的 我们需要在睡觉的过程里面 我们身体的荷尔蒙去调理了 生长荷尔蒙会增加 维修的荷尔蒙都在睡觉的时候 是大量出现的 所以睡得好不好 是很影响我们健康的 但是你知道现在说失眠的人很多 很多很多 我很久以前说香港有30万个人 长期失眠 我相信现在数目远远不止 可能是 我最近看到差不多一半的人 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失眠 有些是大半天的 如果睡得不好 其实你的身体都很难健康回来 睡觉我们需要什么的条件 以前我都很久以前 我都说过很多关于睡眠的质素的影响 这个差不多是在香港出路的时候 都成十年前的那些资料 那和大家分享过很多的 当然了 最重要的是香港的问题 香港的外室睡房 很多时候是很难完全黑的 因为外面有很多街灯 有时候有时候住在那里 有些好像我们家里都有的 不是那些广告的灯 是那些普通街灯 有时候它都会放在那里 香港相对来说 街灯和照明系统 比美国还要多很多 多很多 当然有一个安全原因 是那些天井 是那些天井 有人在那里 所以你经常看到很多天盘 都有一些政府的街灯在那里 但是要睡眠 要我们身体的那些 那个脱黑激素 和生长荷尔蒙 是正常地出现 其实我们需要一个全黑的环境 所以尽量 试图将你家里的那些 窗链啊 八月链啊 做得足一点 做得好一点 包得好一点 设计得好一点 可以令到你是一个全默黑的环境 因为我自己的经验试过 有一次我去大陆 那些大陆那些人 招呼你吃了午餐 跟着你去酒店睡觉 那我从来没有睡觉的经验 但是去到之后 原来那个酒店的窗链 是做了之后 即是身受不敬掩治的 那我发现容易睡的 不眼睡都会睡得到的 所以这个是肯定的 一个很全黑的环境 如果真的做不到 那就戴个眼罩 是吧 嗯 那千万不要在床头呢 床脚呢 就做一盏那些 pilot light 是 怕起床的时候找不到 那这样 那宁愿呢 床边呢 就有眼灯呢 即是你很容易摸得到的 是 或者一个按针呢 是一按就可以了 那千万不要用那些呢 是会焰光那些 焰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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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些焰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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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焰� 10分钟起床 质素比12分钟至8分钟起床 一般都是这样 但当然有些人的体质是真的牵手是猫头鹰 那时候我觉得也不用太紧张 因为有些人的体质是这样的 而有些发现猫头鹰的人的智商是高一点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有很多简单的研究 所以如果你的体质是这样就算了 但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体质 有些坏习惯 脑子又不愿意休息 上网看东西 看得到很晚才睡觉 这个买惯习惯一定要解释 而且尽量在床上 除了睡觉和做爱 其实什么都不要做 不要在床上有很多其他东西 做一下电视是绝对很差的 而且休息的房间里面 尽量不要那么多电器 很多电视和电器周围 很多不好的电池传播会影响你的 走提电话也是 尽量离开房间 在枕室外面去充电 就不要放在床头那些 当然放在床头 很多时候一睡不着就拿来看看 所以睡眠的质素是很重要的 如果要做那些晚上上班的 夜间那些 其实身体是差点的 这个是很明显的 还有很多在航空飞机上的工作人员 机师 他们的癌症都比较高的 所以休息是很重要的 尽量是要 一个好的安静 全面的休息 退役激素少的人 癌症都比较高的 最近有个研究 发现 如果女性有乳癌的人 她的退役激素 没有乳癌的正常健康的人 是十分之一的 所以退役激素 已经被用在医治癌症 所以就不只是天然安眠 是这么简单的 大家可以安心 需要那时用 也有人当她一种抗衰老的营养工具 一个Mg 三个Mg 一日吃 可能一粒不够两粒 两粒不够三粒 其实没有人吃退役激素是中毒的 是不会的 非常之安全的 所以休息睡眠是很重要的 也有研究发现 有时候下午 乞一乞是健康很多的 我自己父亲 在她的工作地方工厂 有个睡房专门给她 那她就会睡一睡的 她都说 跟大家说过 她活了一百岁 无疾而终 好了 那之后呢 睡觉的休息是非常非常之重要 不要省这些时候 因为你省这些时候 你可能短命了 结果就得不常失的了 好了 接着呢 就是运动了 那香港的运动环境很好 因为最有下的运动就是 行路 行山 游一下水 那你可以看到 香港很多人 这个环境是有很多的机会 很容易的 家附近有些生路 去行走 那这样 那所以行路是一个最简单 最有效的运动 那反而呢 常常常的长跑 激烈的长跑 其实都不是那么好 那但是呢 一般性的长跑 都是健康 从来不运动的人 那所以人是要动的 我们关照要动的 那我们的骨子要硬些 就要行路走动 那香港起码山水是在周围附近呢 这些的基本运动是很容易做得到的 那现在香港都很多屋 很多屋雨 本身有些clubhouse 那些运动的地方呢 其实是越来越多的 那运动呢 其实是中度啦 就是不要身体没有力 累到死都肯定逼 其实是不需要的 如果你觉得很累 没有力 最重要是先睡好 那再去做一些适量的运动 那运动里面呢 我们就会有一些工具 就是用那些跳弹床 这个弹床我们有了很久的了 那身份是很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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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所以现在家里有个位置可以摘得到 这个不妨是买这个弹床 回去自己做一种很简单的基本的运动 那 那 第七 第七是说过你的情绪 精神情绪的平衡 大家和上一集都轻微提过 其实个人的情绪的状态 是很视乎我们的人生做人的态度 人生做人的态度 所以遇到什么问题都好 你的观点和你的反应 是可以断定这件事情 到底是好的收场或者坏的收场 这方面我经常说是EQ 看你EQ够不够 EQ很多时候都是学回来的 就是做人的道理有时候 都要自己慢慢去体会慢慢学回来的 那所以 我在我们的诊所 我们周晓祥博士1997年 就写了一篇很简单的资料 那他就说了大概是30个 有30点 是 加30个是关于EQ那方面的资料 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好啊 好啊 周博士说第一点就是说 如果没有什么价值 什么值得你抛头颅灑热去灑热血的话 这个生命就不值得活下去了 人生就好像风筝那样 理想就是风了 即是说呢 如果人是没有理想 即是你的风筝都去不到什么地方 即是说呢 那人是有理想是很重要的 即是会在那里 怎样也好 理想是不是很实际呢 都不重要 最重要你有理想的目的 即是有目的 最主要有目的有理想在那里 也有就说呢 就说呢 知道呢 为什么要上路呢 万水千山呢 都是等限的了 是的 其实都是你有个 是的 向着目的去 对了 沿途呢都没所谓了 多远都好 你都是向着目的 是有个目的 不是在那里兜来兜去 兜来兜去都不知自己做人为啥 这样 第二在呢 就是人谋事 天在哭 天在笑 天在笑 是的 第三 就是不论发生什么事 都是好事 不论将来发生什么事 都只会是更好的事 是的 即是说呢 每一件事呢 你便当作一种踏脚石 是吧 将你可以提升得更高 可以令你看到另外一个境界 所以会员什么事都好 多数都是结果都会是好事 嗯 好 第四呢 他就说 神想惩罚谁 就刺谁 就成功 这个呢 就是说 人生路上所有的障碍呢 都是通往成功的半脚 即是一个踏脚石 是的 即是说呢 如果你早言 一日很顺利的 嗯 什么都好像表面上很快成功的 但其实呢 不是好事来的 嗯 因为始终呢 就是逆境呢 往往会出现的 人生的障碍呢 一定会出现的了 所以呢 你没有经过这个锻炼 你不早点这个锻炼 将来呢 你就会遇到问题 你是处理不到的 所以其实呢 很多时候表面成功呢 其实不一定对你是好事 是 好 第五呢 就是面向阳光 阴影就是背后面 是的 背后面的东西 不要再理啦 向阳光那方面走啦 好 第六 天下间 只有一个人可以令到你不开心 这个人是谁 自己啦 哈哈 哈哈哈哈 我听见很多人呢 都是常常怪责人 是 是 很喜欢怪责人 那前往很简单的 人家你不是那么容易改的 是吧 但是你自己的态度 你自己的接收的观点 是容易改的 是 为什么做一些是 就算那人真的令到你不开心的 那你改不到的 那你不 你不 他最简单的就是 你不要给那人令你不开心 那这个就是你改到的 是是 好 第七就是万物连万物 就是所有东西都是互相关系的 是的 很多东西都不是偶然的 是有关系的 好 第八就是万发由心 你想病就是会病的了 是的 大家看过Louis Hay的那些 那些无数的书籍 是不是 他的经历 真的你的心境是决定你的健康的 好 第九 人都无求品质高 这个大家都明白了 好 好 第十呢 就是徒弟准备好 师父就会衍生的了 没错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会遇到很多些机会 但是呢 都要你准备了才行的 是 如果你不准备到 你就答过就算 或者出现了东西 你都不会知道的 所以很多时候呢 当你准备好呢 那个机会就会出现在你面前了 好 第十一呢 就是智者的想法都是一致的了 只有蠢人才会有分歧 简单来说呢 真理是真理来的 真理是一致的 是的 是的 第十二就是 你什么都没有 虽证明 凡是真相 终会显露 是的 即是 是的 就是这种说法 是不是 就是不用辩 他自己就会 真相就会 真相就是这样 不用辩论的了 好 第三就是活在当下 是的 今天最紧要的 是最紧要的 是最紧要的 是昨天已经过了 明天你不知道 但是今天是最紧要的 现时的黑客是最紧要的 好 第十四就是 人是天是魔鬼的混合体 是的 那就是没有一个人 是全部奸的 也没有人是全部冲的 他是一个好的地方 是不是 你只是能够明白他 哪里好的 適合你的 哪里不好的 那你去避 个人都是这样的 没有性人的 OK 第十五是 人生三十岁之前是正文 以后就是注释 OK 第十六 三十岁前 让貌由上天负责 以后就要你自己负责 是的 是 第十七 但求练功 不求成功 公道自然成 是的 最紧要是那个 那个步骤 是不是 就是你是去做得了 达不达到呢 就不知道 就是你总之 你要做 你认为是对的 正确的 到时到后 那个结果 好的结果 就出现就出现了 第十八 不求上天祝福 愿作上天祝福的工具 明白吗 即是 你带来多些的祝福给别人 好过是 经常叫别人帮你忙 但帮到别人 会比需要别人帮忙 第十九 事事心有发善 念念不忘禅悦 这是内心的喜悦 二十 恐惧是一种习惯 我什么都不怕 是的 好 第十一 在田园间 人最接近上天 是的 很多时候 我们在一个田园的运作 在大自然界 那种喜悦感 很多时候会出现到的了 嗯 第二十二就是 历史由未知到 是扮不到的人创造的 是的 很多时候 我们要进行一件事 表面可能很困难的 但是呢 很多人都会说 这些是不可能做到的 但是呢 结果有人做到 譬如好像我们早期的飞机 那样 那大部分人当时都觉得 没可能的 一个铁的器 有物体 有物体 可以飞机 那样 但会认得 我们医疗不到的东西 是不断地出现的 好 第二十三 这个是很重要的 健康是一 其余都是零 是的 没有多健康呢 财富啊 汽车啊 那个家居啊 靓屋啊 妻儿啊 小孩子啊 怎样好也好呢 没有个健康去享受呢 是全是零 好 第二十四 死亡是由大肠开始 是的 这个呢 可能周学常都知道 我们是有那个 做洗肠啦 换肠啦 这个资料呢 在医学上呢 是早期已经 已经很多科学的文献 很多书籍呢 说大肠不结呢 就百病重申 所以洗肠呢 是肯定呢 是一个长寿保健 预防疾病的 最简单的工具来的 好 第十二五 看一个社会如何 对待动物 就可知道 它有多文明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是不是 文明的地方 那些人呢 都是善待动物的地方来的 好 二十六 只需好人保持沉默 恶势力就可以得程 是的 这个呢 就像Edmond Burke说的 就是呢 很多时候那些人呢 就是 想着呢 哎呀我都没有那样的能力啦 算啦 我都不要 我觉得好像自己很无助的 只是常常做一个旁观者的 尤其是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讲到那些政治的问题 很多人都觉得呢 他好像没有什么做得的 他竟然做一个 做一个沉默的旁观者 但是呢 问题呢 就是不行的 哈哈 如果我们见到有问题呢 我们不挺身而出呢 去帮一把手呢 其实呢 这个恶势力就可以得逞的了 那其实 现在今时今日呢 其实很多时候 不需要做很多事情的 你只要将那些讯息呢 是传递给人家 现在很多的资料 在网上传流的 那只需要呢 你将一个好的消息 传给一个十个你的朋友 那么 举手之努呢 多多手指而已 是大家都可以做到的 因为呢 这个地球呢 所有的改革 所有的问题呢 都要靠我们每一个人 自己做自己的事 不需要呢 大部分人一起 团结就舍力量 这个当然是重要的 好了 但是他想不到呢 其实呢 如果你说团结就舍力量呢 你就是 望向前 望向左 望向后 望向旁边 有没有人跟着你 最重要呢 就是一切由自己开始的 你自己走过一步就可以了 那你不用管的 如果大家自己想 我走我一步 我做第一步而已 你只想一样东西 你自己个人只需要想一样东西 我走自己一步就可以了 当然你不用管了 那就可以了 哈哈 自己只想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这些东西我做不做得呢 我问来你做呢 你只做了 举手之努而已 你做了它 好 好 第二十七 補救一条提拔 只需要一只手指 大家明白了 关键时刻 是吧 做一点点东西 在一个关键时刻 做一点点东西 大问题就可以避免得到 好 第二十八 人类还有未来的话 一定是绿色的 是的 大家明白一下 我们绿色力量 好 第二十九 心静一角土静 悉心就是悉灾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改变自己 周围的世界就可以随随改变 好 第二十 今天就期望一个奇迹 是的 奇迹是不断的 是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 嗯 好 这样就 袁医生 还有一个 袁医生的八大要素里面 刚才那个情绪那里 其实都包含了 我们刚才说了 周雪翔那三十个要点的时候 都包含了最后的完整生态 我们怎样对到这个环境 就是我们的周围环境 一定要保护 是吧 刚才周围长也有说 一定要绿色的 是吧 如果我们不绿化我们的环境 这个环境会摧毁人类 当然人类没有了之后 环境也会康复的 有些人经常说 地球没有问题的 是 人类有问题的 没错 当你摧毁了环境 你的人类就会消失的了 所以呢 当然一个环保的意识 是大家要尽量去做的 那当然 我很多时候呢 我觉得 我们都不一定要回到原始的生活 有好的科技 就是漂亮的 就是那些干净的科技 其实出现了之后呢 其实我们的生活 是可以改得很好的 那譬如我经常说 如果有免费能源 干净的能源呢 其实我们很多的那些 循环的那些问题呢 可以在经济上 合乎经济去做得到的 是的 没错 其实我们不断要探索 去搞好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地球的环境生态 好 那这一节时间 我们又差不多了 一会儿再回来 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回来 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要健康 必要明白健康之道 哎呀 你轮转天来 风湿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灵精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了 哇 这么好的 那就买多一个 分享一下给儿婆吧 太空小灵精 可以在陆创意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第三节元朗 元网台的治疗法语力 继续今天的题目就是 要健康必要明白健康之道 元医生 之前你解释了给她听 治病因素 和健康的八大要素 如果作为了一位病人 来到她看 想找回她自己的健康 其实她应该要做些什么呢 是的 我们始终是面对过去 我都处理了过三万个病人 三十多年来 三万多个 我都在这方面都很大 很多经验 也都很多 很多感触 很多想头 当作为一个医疗消费者 作为一个病人 她要重拾健康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我最近有一个 台湾的朋友 写了一篇很简单的几个字 我看了之后 觉得说得非常适合 第一 现在病人要遇到什么呢 是原病 即原来她本身的病 嗯 接着她要处理是医原 即是药原病 就是药物导致来的 令她更多病 接着第三个处理就是医原病 就是医生的误会 即是创的手法 令到她更多病 接着就是医疗制度的不完整 很多破绽 还有病人很多错误的观点 嗯 这五样东西加起来 就成为一个是无可逆转的 无可逆转的局势 是 最后那张图就合十手 对不起 爱莫能佐 嗯 好了 我们很多在《治疗》里面 往往都是遇到这些问题 是 但我们是不是爱莫能佐 什么都不做呢 希望不是 如果不是我们都觉得是 有些什么做得尽量去做 那么在我们的病里面 我们往往是遇到很多是慢性病 嗯 那么我们首先呢 我们要了解呢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那个人生的路程呢 都是有 就是处在一个不同的状态 嗯 就是当他去寻求医疗的时候 那当然呢 就是 最差的就是 死了 就是 很多时候呢 那些病人呢 就是他好一点 他就 气管失了功能 入院流瘀了 他就开始做手术了 这些已经好一点了 那再差一点的时候呢 就那个气管的疾病 就是 就是那个气管本身 是有皮肝有事啊 那个肺有事啊 腸有事啊 那这样 那这些气管疾病了 那么 我们所谓的 第三 第二阶段 死亡是零了 没得搞了 嗯 接着就没有了气管了 要受手术了 是属于一 那二呢 就是气管病呢 常常在吃药 那就是第二 那再差 不要这么差呢 就个人呢 极度不舒服 但是也是气管性的问题的 那么那个症状是持续的 就是他不是一个 普通问题 嗯 真的有气管 他说是有事的了 好了 再好一点呢 就当他第四了 走到第四 第四级 十级是最好的了 健康时好时怀 OK 第五了 身体检查呢 就是正常的 但是当然觉得有点不舒服的 这个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是 就是身体检查呢 没什么事啊 这样 那但他自己觉得有事的 他不舒服嘛 但是不舒服是很难验的 头痛是验不到的 很多人不知道的 我头痛 没有疑气可以 你是在头痛的 好了 这个第五级了 再好一点 就是第六第七级 医生说呢 你身体都不错 但是你有事 感觉都不舒服了 那第六第七级了 那第八级呢 大部分都感觉良好的 体质的 觉得这个世界真奇妙 这个就去第八级了 好了 再好一点了 第九第十了 充满生命活力 揚益幸福和快活 就是在我们的健康的寻求里面 我们希望呢 就不要看下面那几级 才开始起步 是 而且是一级一级一级 这样去追上去的 即是说 在我们的病人里面 除了医生 你会处理了他们 表面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其实呢 他们的方向 心境 就好像刚才说 要去到第十级 就是觉得呢 这个世界是充满了 那个喜悦 希望 达到这个大康之家的景况 是的 我们公司 就是我们的诊所 我们的健康中心 叫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其实我们就希望呢 可以是帮病人 除了处理那些严重的病 我们看很多癌症的病人 慢慢地 可能有一些器官性的问题 再差一点 再好一点 可能只是功能性的问题 但其实最终最终呢 我们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有很多的方法呢 是令到你的身体 是一步一步去提升的 那当然呢 这个是一种叫做健康的旅程 你踏上了 你来到我们的诊所 踏上了之后呢 你当然呢 是要你坚持去走的 即我们不会背着你走的 但我也是很需要你 是我要指导你的 就是不要自己乱走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我遇过很多病人 来了之后呢 他就是会 选择一些治疗 他就在那里做做做的 就不要再给我复诊来跟进的 到有时的时候呢 就两年之后就告诉我 这个很重要 很大的问题 这个故事呢 我在大学的时候呢 有一位教授呢 其实他是一个西医来的 他说给你听的 那他呢 那两间公司 那个水喉的设备 就是那些水管 出现问题的 那整个公司就 整个公司运作停顿了 那他就唯有请了一个水喉匠 水喉师傅呢 就来到帮他去检查 来到维修 那这个水喉师傅到了一场之后呢 那他就拿着一个大的锤头 那他就一路看着那些水管呢 就去检查 那就敲一下敲一下 那这样 搞一下他敲一下他 那跟着呢 他就发现到有个地方呢 他就于是香港的地方 就是大力敲一些 就是大力敲一下 那果然呢 被他大力敲之后呢 那个水管的运作呢 就正常化了 可能里面有些 塞了一些东西 被他敲一下 被他敲一下 那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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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就开服正神 回复正常了 那就向那个老板呢 就不知道收他一千元 那这样 那那个工厂那个经理说 那怎么搞错啊 敲几下一千元 那样 那那个水喉师傅就说 其实呢 我敲他呢 就收你一百元而已 但是懂得哪个地方敲呢 就收你九百元 那样 那很多时候那些人呢 是不明白的 就是你看到香港都很悲悲的 很多的中药店呢 他们是不敢收肠根的 是 只不过呢 就卖一些贵药给你的 是 那现在很多病人都有这种心态的 他不明白呢 其实那医生的指引 指导呢 是远远重要过你做什么的 那在我自己的 我们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呢 其实工具很多 就是我自己起码有四伙医疗 那我相信呢 这个 不是很多人有这个 有这个这样的 又是脊医 又是中医 又是自然疗法 又是专痛的疗法 是很少的 那我们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有很多很多工具 除了同外疗法 营养疗法 草药疗法 脊医的疗法 我自己也是一个香港注册的脊医 有满腸水疗 因为满腸水疗 满腸水疗是我们第一个引进来香港 由香港去散播到其他的国家 那这个是我们在都几十年前 就散播出来的 那我们也有一种叫做体质水疗 嗯 那 那 色光疗法 我们有一种叫做频率拍打治疗 那 背曲花药 生物能 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这些工具 OK 那我们将来呢 我们可能呢 就会逐一跟大家介绍一下 但是你知道呢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呢 其实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是怎样做事的 那记住呢 大部分人的问题呢 都是一个 处于一个很慢性病 他才开始来找我们去帮忙的 是 所以不是一本急性病呢 是很快可以解决得到的 那当然 所以有时候呢 偶像会有一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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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10元仔啊 急性病啊 或者即时哮喘也很辛苦啊 那我都可以很快 啊 很快我讲解是半天啦 一个钟头 几个钟头可以搞定 是 但是大部分人的病呢 都是处于一种 一种叫做 啊 健康啊 或者严重的健康问题 那都不是 不是一朝一夕可以 一两个礼拜可以处理完的 所以一个 一个需要的时间 所以病人呢 一定呢 就要下一个决心 就是他要决心呢 我要 增进我的健康 我是一个个人的意愿 我决定呢 由这个星期开始要做 就是你自己立了决心之后呢 是真真去做的 但是还有一样东西呢 大家一定要明白呢 在任何的治疗过程里面呢 都会有所谓高高低低 高高低低的波动的 是 就是不会说呢 一直线呢 就由好一直好好好到落尾的 那一般人呢 在平时一般的健康呢 都有时候呢 星期一呢 就觉得屈满点啊 或者是播音播车之后不舒服啊 喝酒觉得又不舒服啊 既旗尼的 或者昨晚睡得不好啊 那都有少少波动 是 那当我们身体真的开始健康 一路一路退化的时候呢 都是有时候觉得不舒服 觉得很差 接着又好转回 接着又再度差 又好转回 接着又更差 持续性的差 接着又暂时有些好回 慢慢慢慢的 到后来发现 咦 真正要做些事了 好了 当他接受治疗的时候呢 记住呢 都是慢慢的改善 体质好转 仍然好转 啊 接着呢 反复变回变差一点点 接着呢 快速又改善 接着反复变差 这是一个很正常 嗯 就是那个反复性的健康的康复呢 是很正常的 所以呢 任何的医疗消费者呢 病人呢 明白这个道理呢 他就会好好的去跟进 嗯 不明白的时候呢 就很快就做了 一刻又不做了 是的 没错 那这个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 健康的概念 来的 在我们的处理的病人里面 很多人都经常都问我 就是你看这些症多不多啊 癌症多不多啊 其实我们看的是相当多的 嗯嗯嗯 成绩怎样啊 好多个问题 那老实说呢 我们的成绩呢 是非常之高 如果 病人呢 是未被化尿电尿 嗯 破坏他身体 嗯 但是还有呢 有个四个条件 一定要 要符合的 第一 病人来的时候 是 是不是很诚意 是个态度 你要是否很诚意 想用自然的方法去帮你呢 是 希望我们大康自然療法 健康中心帮你呢 或者来考考我们 试试我们 嗯 第二 家里有没有杂声 有没有反对的声音 是 尤其是癌症病人呢 是很糟的 有时候呢 家人呢 就常常叫他 哎呀一定要 要开刀啊 花尿电尿啊 那样 那可能病人已经做过了 嗯 好过一会儿 接着都变回了 那这个的杂声呢 是对病人呢 一个很大的压力的 嗯 第三 有没有一个医生 真真真正正正有能力医你的 不容易 不多的 是 很多医生呢 某个技术呢 是对某种症状 或某种问题解决到 但能够全面帮 全面认识的医生是不多的 所以要找到一个这样的医生 有这样的能力帮你 第四呢 就是 你跟不跟足 对不对 就是人家建议的东西 医生建议的东西 要做的东西 你是否好好的做呢 或者是 半行半坦 做些又不做些 这样 所以呢 所以呢 这四个条件呢 事但一个不符合呢 病人的康复机会就很微的 如果你做足的时候呢 在我们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里面呢 如果你的体质还未彻底破坏呢 那个康复率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OK 那我们是很有把握的 但记住呢 我们只不过是 四个条件里面的其中一个 是吧 病人的是不是积极的态度 家里有没有人经常阻止他来 第三呢 肯不肯跟随 肯不肯跟随 你不做就没办法的 是吧 因为我们不是用气功衣 我们只不过制造一个环境 尽量制造一个环境 令你的身体有机会自己康复的 嗯 施说好像刚才说 那个踏上健康之道 那个健康成功的阶梯上面呢 其实都是要病人呢 一步一步的这样 袁医生只是指一条方向给他 让他可以踏上健康之道 这样的了 袁医生好像还有呢 以往来说呢 好像都是说有一些的病人呢 有一些的态度 他怎么样都医不好的 是不是 是不是 我听过你好像是说过的 除了刚才那四个条件之外呢 大家都听过了 神医 是的 那哪六个呢 第一 病家嬌患不讲理由 是的 即是有时候呢 他是很无理取闹 有时候解释他又不听 不明白的时候 叫他跟进看资料 他又不去做 也得过跟你吵着咬着呢 这种人呢 贬着话都够不到 神医都够不到的了 是的 第二 患者轻身仲裁 不舍得 是 不舍得用钱在自己的健康身上 跟你跟跟计教 有时候你用多些时间去跟进他们呢 他就觉得你收得太贵 那大家都知道 在我们的诊所呢 我通常是第一次的病人呢 是需要一个钟头 甚至两个钟头的 那当然呢 第一次是最重要的 没错 那之后呢 的时间就会相应短了很多的 那但是呢 这个是一个问题的 很多病人呢 都觉得呢 用太多时间了 会贵了 那这个是一个 还有呢 不肯将那个资源 真正的 去进行一个适当的治疗 那这样子 所以这种人呢 轻身仲裁的人呢 神医都够不到的了 第三 第三 不听从 第三个呢 就是不听从那个医属的 避免那个恶劣的环境 饮食 和生活的习惯 是的 那如果一个癌症病人 还是 吃烟的 不肯的 还要喝酒的 那有些病人呢 就是那个控酒的问题呢 是死都不脱的 那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这个健康是我曾经 我们之前说过的 八大要素嘛 生活环境 飲食环境呢 你不去改是不会好的 因为好是靠那些嘛 不是靠药物嘛 好了 是的 第四 就是病人体内的阴阳 撞气的敏乱呢 难以调整 就是说太迟了 病入高方了 就是已经 就是中医所谓打蜜呢 都没有很多蜜象 都不知道怎么去调理了 那就是 太迟了 难以调理了 好 第五呢就是身体太虚弱了 都无法可以下药去 就是吃药都吃不到 就是你烟吞能力都没有了 那都没有了 那就是现在西医 都是用那些吊针的那些东西 很多时候在那阶段 都是吊一会儿 拖了而已 拖到你的钱没了 他都放弃的了 第六呢就是病家只信毛 而不信医 记住 建国时代 很多是以前的 那他说的医是当中医 那毛呢 是毛丝的毛 是 那其实呢 早年呢 是有一种叫做练丹术 是 对不对 所谓毛丝就是练丹术的 那他就用一些化学的方法 是练一些药物出来的 那这种的毛丝呢 用练丹的丹术 是等于今时今日的什么 在练丹的方面 因为就是在实验室制造一些 这样的化学药 就好像练丹那样做出来的 那就是说呢 有六种人是神医都救不到的 那我还有一个很简单 和大家分享 就不会有人因为养生而傾家荡产的 但有人因为没有健康的身体 而傾家荡产 一无所有 养生是一种机会 亦都是一种资格 养生就是将你拦住在医院的路上 每晚可以舒服 按在家常的床上 安心享受每天沿途的风景 你可以轻视它 亦都可以无视它 无视你 但如果你轻视它 你重视它 它就可以守护你 得与失 尽在你的远见 和自为之中 那还有一个呢 是周宇波语龙 我很多年前都不知为什么收到的 周宇波是一个名嘴来的 是上海的灵波的著名演员 他说了很多精简的语录 有些人就把他参照了 是 关于运动健康方面的钱 该花一定要花 而且要拼命花 努力花 抢住花 因为这些花的钱是医院的钱 你不花 将来还都是交到医院的了 预防永远比治疗更加重要 今天不养生 明天就养医生 是的 很多谢袁医生 今天这两辑帮我们分享了 真正的健康 除了治病因素 我们健康的八大要素之外 其实我们处理病 或者我们如何处理健康 或者如何看健康的态度 都很重要 谢谢袁医生 今天多谢你和我们的分享 今天时间都差不多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跟袁医生会诊 电话是25773798 而在海外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跟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 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谢谢袁医生 拜拜 祝大家再听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